观念时刻带您迅速掌握潮流趋势 欢迎收看财经趋势4.0 我是赵婷宇 带您看到全球资讯产业界的年度盛势 台北国际电脑展Computex本周登场 这次总共吸引了1685家厂商 使用了超过5500个摊位 美国半导体大厂AMD超围 也在Computex大秀新一代产品 亚洲最大也是全球第二大的电脑专业展 Computex台北国际电脑展 即将在28号盛大登场 这次总共吸引了1685家厂商 使用了超过5500个摊位 展前记者会来自全球的媒体齐聚一堂 迈入第四年的Innovas新创与创新展区 汇聚了24个国家467家新创企业 而今年的Computex很不一样 首度增设了CEO主题演讲 科技大厂高层将轮番上阵 开展第一天英特尔副总裁将上台演讲 第二天微软全球副总裁将分享智慧云端 与智慧边缘的发展趋势 而展前记者会当天 国际领导厂商AMD的总裁苏兹锋 现身分享科技趋势 更与会场中的重要伙伴宣布即将推出的新产品 并采用台积电7奈米制程 今年的台北国际电脑展来自30个国家的参展商 包括NVIDIA 美商超围还有红基华硕等厂商 摊位数增加一成创下新高 展望明年规模渴望再扩大 新唐人亚特电视成为魔罩点于台湾台北采访报导 好的台北国际电脑展Computex 成为科技大厂瞩目的焦点 全球第三大机提倡美光 今年更是首度参加论坛 业者大谈产业趋势 看好AI以及5G带动需求成长 另外针对外界关注的华为净致令 美光则是发出声明 表示已经停止供货给华为 遵从美国政府的相关管制规定 科技产业快速发展 记忆体扮演关键角色 美国敌人大潮美光 今年更是首度参加2019年Computex论坛 还特别以低润加速AI发展为主题 预估人工智慧 还有第五代行动通讯网路 将带动产业成长 根据美光统计 云端伺服器导入AI训练 工作负载量就需要多达6倍的DRAM 还有2倍的SSD固态硬碟 业者认为发展AI运算 记忆体架构优化势在必行 而美光近年加码投资台湾 接连在台中设立12寸晶圆厂与风测厂 扩大在台营运能量 台湾在全球布局的优势成为外商青睐 至于美中科技战 华为禁制令是否造成冲击 美光则声明表示 目前已经暂停向华为供货 遵从美国政府的相关管制规定 并指出截至2019年财报年度上半年 13%的营业额来自华为 目前正评估可行方案 减轻对公司业务造成的预期影响 新台南电视成功 赵婷玉沈未同台湾台北报道 2019年Computex大展 国际大厂可以说向众台湾 纷纷来台举办国际记者会 全球IP科技大厂安谋端出新品 看好5G市场前景 高通更是联手合作伙伴 端出全球第一个5G联网笔电 成为外媒关注的焦点 他看到这个图形之后 他就会立刻去猜是什么 跟电脑来个PK 比一比谁先正确的辨识出 十个不同图像谁就赢了 不用联网终端装置 也能有深度运算学习能力 还有这个运用新一代CPU架构 打造独立式VR头盔 没有脑人的传输线 全部用无线网络连结 沉浸式的体验 让人耳目一新 英国细制裁大厂安谋回军来台 展示5G时代下 号称全运算平台的崭新规划 除了效能大幅提升 5G市场布局更找来台湾大厂联发科站台 5G号称联网速度是4G10倍 战场不光在手机 美国大厂高通跨出手机晶片领域 推出8CX PC处理器平台 采用7奈米制程 图形运算提升两倍 能源效率提升60% 宣称比起PC老大哥英特尔更胜一筹 未来5G PC时代真的来临 电脑市场葛望迎接新一波大变革 5G起飞 大厂不约儿童举办国际记者会 也间接以行动力挺台湾 在国际间的产业地位 新大电视高兴的沈为彤 台湾台北报道 全球各大厂在台北国际电脑展 展出最新应用 IC设计大厂联发科呢 也发表了最新5G系统单晶片 这也是全球第一颗 采用7奈米制程生产的5G单晶片 联发科总经理陈冠州表示了 联发科呢已经进入了5G的领先群 这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 联发科正式宣布推出5G系统单晶片 我们可以很骄傲的说 联发科技已经进入了5G的领先群 IC设计大厂联发科选在台北国际电脑展宣布 推出5G系统单晶片 内介5G数据机晶片Helio M70 下载速度4.7Gbps 为第一个导入安谋最新Cotex A77处理器 和Mari G77处理器的晶片 整合联发科开发多年的AI处理单位APU 这也是全球第一颗采用7奈米制程生产的5G单晶片 这是联发科技四年来投入了数千名工程师开发得到的结果 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 我们更加入我们自己开发的APU 3.0处理器 那我们相信透过AI的运算 可以让以前在手机做不到的事情 或者大家没办法想象的一些效果可以呈现出来 借由AI演算法与联发科开发的APU导入手机 仅使用2DRGB一旦一张影像 AR虚拟人物就能及时识别人体动作 运用在智慧电视 便能自动侦测影像的属性 像是建筑 人物 风景等 让图像层次更加丰富逼真 那关于5G手机的实证 我们现在是运气在Q3是重量 那跟客户有量产的时间 我们是在明年的Q1 尊重的专注点 将不会在一些外面的地方 可以总的任务中 内部进行安定规划的事情 针对高通招办违反反托拉司法 与美国将华为列入贸易黑名单 联发科都不评论 表示专注公司内部产品竞争力等规划 不会理会外部环境变动 也再次说明 联发科的第二季营运目标不变 全年为伏成长的目标也不会变 新唐亚特电视高建伦理晶晶 台湾特别报道 好 接下来带您看到 这一周的财经趋势短播 南韩业界认为 电视进入中美贸易战 关税制裁可能性升高 预测中国大陆电视业者可能受害 反之南韩业者将能从中得力 大局推出中低阶产品抢势 遭美国封杀的华为传出香港用户将手机系统更新之后 却出现死机等无法开机的问题 香港01报道其中又以MAT9、MAT10系列型号灾情最惨重 日本三大电信业者之一的软体银行决定选择北欧业者作为5G网络主要设备供应商 使日本5G排除华为的首起具体动作 另外两大业者NTT Docomo以及KDDI可能也将跟进 知情人士透露VR新创公司LipMotion已经同意以约3000万美元并入英国公司Altra Haptics 此价格仅是几年前估值的约十分之一 新南电视整理报道 童子贤与机器人大碗扑克牌 核硕在本周推出了六项创新产品 更详细的秀内容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笔电代工大厂核硕本周举行了年度技术发表会 董事长童子贤率领研发团队一口气发表了六项创新概念新品 除了有近期兴起的双荧幕笔电 还有具备4D感知力的全方位商用服务型机器人 核硕董事长童子贤跟机器人大碗扑克牌笔大小游戏相当吸睛 笔电代工大厂核硕举行年度技术发表会 一口气推出了六项创新概念产品 这款搭载两组13.3寸触控显示的双荧幕笔电 同时配备实体蓝牙键盘 在第二萤幕上磁吸式滑动键盘能够任意移动 一往下双视窗立即开启 看影片聊天一次满足 创造媒体的人他就是希望说我一个萤幕可以看 但是我一个萤幕可以做我们touch的东西 那我们又想到另外一个情境 这可能大家比较少想到就是说 我们希望把它像书的样子 所以把它倒过来就两个萤幕 那就可以像翻书一样 现场可以展示的无线AR眼镜 结合合硕自行开发的人工智慧跟电脑视觉 能够快速判断任务需求 而现场的焦点当然少不了156公分高的 全方位商用服务型机器人 轻松抓取脆弱的草莓 机器人一个手掌拥有七个压力感测器 还配备六个深度相机 三个RGB相机 透过电脑视觉还能判断眼前的水果 加上AI运算成功学习人类行为 进行一模一样的排列方式 随时它感测器的反应 照相去拍的反应 一个输入当地 而不是到最后云端 那可以做出各个反应 那排橘子排柳丁 排那个柠檬还有苹果 你随时排机器人 其实我每一次都不知道它要做什么动作 可说跨产业布局完整 未来还将顺着5G跟AI潮流 研发更多的创新概念产品 原来的资讯产品的生产力的呈现 都会因为5G的速度快 都会因为网络的流行 你看会改变传播的方式 那这里面当然就是我老实讲 就背景因素一改变 都是科技重新洗牌 新唐亚特电视 高中人造亭与台湾新北采访报道 再来看到广达旗下的云达科技 本周宣布与日本乐天 Intel核茂合作 成功开发出完全虚拟化的5G行动网络 那么这也将是业界第一个 实现这类创新网络的案例 日本乐天预计将使用这项技术的基地台 在今年10月开台 为了下一代的运算 下一代的5G时代 我们也重新发展最新的5G AI的运算的云端 有这个方案 广达子公司云达科技 27日举办媒体见面会 宣布已经和Intel 日本乐天和红帽 合作开发出一个完全虚拟化的5G行动网络 这样可以打破不同5G服务 需要不同专用设备的框架 使用通用伺服器 就可以提供多用功能 节省支援 将在各个行业的应用案例上 发挥关键的作用 推升整体市场需求 这市场其实是我相信非常大 那这里面其实我要想highlight一个点 是在于说 今天对于像广达 一个hardware的inlabor的情况下 事实上这些都需要 我们的server storage和switch 所以对我们来讲 其实那个商机呢 我只能讲 这会是未来三只脚里面的 另外一只脚 总经理杨其令表示 这两年 云达陆续透过软体与硬体的结合 持续场势新突破 下一阶段将持续朝AI发展 今年10月 日本乐天采用虚拟网络的基地台 将正式开台 很多东西都来做 但是是不是马上看到ravening 今年我不敢讲 但是因为乐天的这个案子 事实上也带给我们一个不少的一个鼓舞 所以我只能讲 明年我应该可以给各位一个比较好的答复 广大副董事长梁思政也表示 广大镇积极加强研发 希望在未来一两年 有新产品可以让大家看得到摸得到 而对于贸易战冲击 今年伺服器出货 仍维持年增二位数成长的看法 不会因为中美贸易战的关系而改变 云端的不会 那不是云端的就 就要看看我们最近努力的情况 我们也在努力 希望不受这个变来变去的影响 接下来带您浏览这一周的重要财经数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新创团队好实力在INNOVAX展上端出新技术 更详细的讯用内容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与台北国际电脑展同期举办的 亚洲指标新创展会INNOVAX也在本周开幕 参展的新创团队创下历史新高 吸引来自24国467族海内外新创参与 那么展览同时 台湾新创也关注了美中贸易战进度 对台湾新创团队来说 此刻正是创造立即的好机会 他会跟你说现在这个路口 红灯的秒数是99秒 你甚至可以在前面一个路口就先右转 透过APP手机变成搭载AI功能的行车记录器 结合行动通讯 多媒体影像技术和AI研发出来的软体 让行驶变得聪明智慧 或是借由人脸辨识来侦测心率变化的医疗检测器材 还有截取脑坡讯号 来评估是否罹患忧郁症的脑坡压力检测系统 这些都是台湾新创团队的创新能量 吸引科技大厂青睐 非常感激政府科技部能够结合这个产业的优势 他把很多新创团队还有一些比较知名的公司串起来 弄成产品或是对外去发布 那我觉得团结这种力量应该是比较大的 Innovax 迈入第四届的Innovax 今年以新思维新工程新未来作为展会主轴 锁定人工智慧 互联网 生物科技等趋势 吸引来自24国 467组海内外新创团队舞会 十一国设立国家馆 较去年成长超过两成 展览同时 台湾新创团队也关注美中贸易战进度 对台湾新创团队来说 是创造立即的好机会 包含人工智慧 移动通讯 还有我们这个脑波 脑机界面 也都是被美国商务部列为 所谓的14项管制技术当中 他们要防止对象 其实是非常明显的 当他们把这些限制的数字后 对我们这些其他国家发展的产品 是有帮助的 因为我们今天对手就少了一些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突破点 本来在两墙厮杀的同时 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找到一个 一个可以切入的 我们不是在选边站 而是这样子的技术发展起来以后 我们可以到中国 也可以到美国 中美贸易战的话 其实也为我们台湾的 这些AI团队带来一些机会 有国外的厂家 本来在用中国的产品 也开始来询问到我们这边来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 全球竞争力报告 台湾与德国 美国和瑞士 并列四大创新国 在贸易战的推波下 台湾新创也将影响新的发展态势 新唐人亚太电视高见伦理 晶晶台湾台北报道 好 再继续看到 2019Computex国内外众多厂商齐聚 经济部工业局 结合了14家台湾专精AI技术的厂商 聚焦台湾AI应用四大领域 轻松体验台湾人工智慧的好实力 透过机械手臂上的镜头取得影像 经过人工智慧的分析 判别使用者的性别与大致年龄 再从篮子中挑选出适合的礼物 精准取物 让自动化的机械手臂有更多可能 因为有视觉的辨识 它可以辨识比如说像是物体跟形状 那另外除了2D的相机之外 我们这次有特别再增加就是 2D结合3D还有AI的一个功能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后面这个应用 其实就呈现多元化的视觉整合应用 业者表示 如果应用在工业上 将可大幅提升机械手臂 自动运作的准确性 并完成更复杂的作业 透过AI分析的帮助 将可大幅提升产现的效能 但AI能做的还不止这些 当随处可见的贩卖机遇上AI 除了能更好的自动推销消费者适合的商品 更有价值的是 真实消费数据的收集与分析 贩卖机它的优势就是 其实它可以在上面加一些广告 数据的收集 那这些数据的收集 其实是有各式各样 像线上的那个媒体 他们是需要这样子线下的数据 详细分析的资料来做交换的 智能贩卖机会根据年龄性别 播放广告推荐商品 甚至加上了嗅觉的刺激 只要点击商品 就能透过风扇 让消费者闻到商品的气味 吸引选购 而AI的应用还有其他 像是结合球拍 进行球速 姿势等运动资讯的判读 车牌快速辨识 交通流量分析等应用 这个目前也就是 台湾目前AI主要应用的方向 那里面主要应用有包含这个 智慧零售 然后智慧居家 然后智慧医疗 智慧交通这四大块领域 经济部工业局 结合14家台湾专精AI技术的厂商 打造重格性AI产品主题馆 让观众者一战就能了解台湾AI实力 也希望能让台湾的好更被看见 新唐人AI电视区间 李黄立峰台湾台湾台湾报道 带您看到下周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6月3号到6月7号 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 6月3号中金院公布采购经理人指数 6月5号台积电股东会 6月6号华硕举行三奉六上市集中会 谢谢您收看这一周的财经趋势4.0 我是赵婷玉 我们下周再见